十三,明報,最北高鐵試行可抵令下四十度嚴寒 2015年7月14日中國A20 明報專訊,由黑龍江哈爾濱至齊齊哈爾的鐵路 客運專線被稱為中國最北高鐵 昨晨午時18分全線試行 試行列車以150公里時速由哈爾濱站駛往齊齊哈爾南站 全程為一小時二十分鐘,較現時縮短個半小時以上 哈爾濱往齊齊哈爾車程淑益本新華網報導 哈齊高鐵試十二五規劃的重點工程 2009年11月30日動工,位處中國最高位度 時克龍江省首條城製客運專線 路線全長281公里 設有哈爾濱北、兆東、安達、大慶東、大慶西、太康、 紅旗營東和齊齊哈爾南八個車站 預計下月正式通車 每日內回行車各二十八列 年運輸客兩約八百萬人 據悉、專線採用的CRH5A 型號列車改善了排裝器和車體裙板 並對門窗加裝集水槽 以確保高鐵在零下四十度天氣下如常運行 向後面 旁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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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旁邊